先錄製聚齊 聚齊的名稱也許叫地址查詢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 那做的話你就先 在練習之前 先試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第一個先 錄製聚齊 那名稱的話也許你可以 直接打一個名稱 或者是 我先用預設的 等一下可以再修改 那我們油標先放在哪裡呢 先放在第一列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也許你在追外也可以 然後再做什麼 做那個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之後的話 這邊點一下 文字篩選 包含 包含裡面的話 你就打一個那個關鍵字 比如說中校東路如果用過的話 記得就用別的 比如說用那個 假設是 仁愛錄好了 OK 那將來這個關鍵字可以 這個裡面的字 其實你可以再修改 按確定 然後優標放A1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Ctrl C 再新增一工作表 然後 先把這個名稱給改一下 叫仁愛錄 但是這個將來 這個動作 你可以把它改成 是活的 就是說自動去取得 那把它貼上 Ctrl V 再來呢 欄寬自動調整 在格式裡面自動調整 藍寬 應該是藍寬 剛剛好像點錯 好 那再來就把它切回到原來的工作 原來的工作表 做什麼呢 篩選的取消 好 那也許優標 再點回到J1 好了 多一個動作 就是Range J1 點Slater 好 這樣子 就做完了 好 當然你要字 要彩排過 要順的 不然的話 不要卡住 然後錄到不應該錄的 你給它刪掉 不然的話 這個 最後的話 要記得就是 停止錄製 再來呢 到聚集的地方 點一下 因為剛剛我名稱沒改 叫Mark 1 OK 編輯一下 裡面要做什麼呢 你可以把這個註解先拿掉 上面的名稱 你也可以再變更一下 比如說 叫那個 也許叫地址查詢 那再來的話 你可以再加註解 註解的話 我這邊是1 做什麼 有沒有 1的話是 油標放在J1 2的話呢 是做篩選 篩選範圍的話 這邊 會多一個那個 AutoField篩選 然後再來的話 在油標放在A1 這個地方 做那個什麼呢 做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再來就copy了 我想這個 你自己再去加註解 註解的話呢 當然 只要你 主要是你自己看的 懂為原則 這邊的話呢 在選取 再貼上 所以第六 依此類推 這邊貼上 這邊有一個Active Choose PASS OK 然後這邊就是 AutoFeed 其實AutoFeed 就是自動調整欄寬 然後最後再 切回到原來的 那個工作表 第八 再做什麼 取消篩選 所以這邊的話 第九 大概是這樣 流程 那最重要就是 你加上註解之後 還要再修改三個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做 做到什麼呢 變成是那種互動 就是說呢 可以輸入 關鍵字 那特別是有改三個地方 哪三個地方 一 增加一個input box 所以請你在 這個上面增加 自己要打一行 這一行的話 是加一個S好了 S 等於什麼呢 input box 也就是說呢 這個input box 是你自己 可以 就是讓使用者 輸入一點東西進來 好 然後呢 比如說這個中間的話 給他一個提示 這個提示的話呢 叫請 輸入 關鍵字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 他輸入了什麼東西 會丟給這個變數 S 那關鍵字特別注意喔 只能按錄有沒有 請注意 START就是 不管開頭是什麼 不管後面是什麼 只要有人按錄 這一個關鍵字 都幫我查出來 可是將來不能是固定的 請你把它改成S 那S你不能直接把S打上去 你必須怎樣 切開切開 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這樣給S 方法不是跟 什麼呢 跟那個 I一樣嗎 對不對 其實以後 反正你只要 加變數 到字串裡面 的動作 都一模一樣 OK 沒有不一樣喔 OK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就把S切開來了 以後的話 他就會查什麼 自己去 給他一個條件 這個叫 quip criteria 就條件 參數 然後 fill的這個就是 第幾欄 所以將來如果你不一定 是查第十欄的話 你也可以去變更 好 這個都可以變更的喔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operator 這個就是說 你要不要 第二個條件 比如說你有數字是第一個第二個條件 也可以有兩個以上的條件 然後這個應該沒有 cantle shift 向右向下 cantle shift 有沒有 to write to done 就把它選起來 copy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它會幫你增加一個工作表 那工作 增加工作表 實際上就是用shits物件 裡面的什麼 點 add 新增 新增到哪裡呢 新增到最後面 最後面的意思就是這個 shits的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就會有個屬性叫shits.com shits.com的意思就是說 最後那一個 總共有幾個的意思啦 shits 工作表 .com 總共幾個 ok 那請你把中間這一行刪掉啦 因為這一行是多的 name的話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s s 可是會有個問題喔 欸 那這個地方 如果把序子5 那永遠都序子5 不一定 所以請你把 這個序子5 改成序.com 為什麼 因為最後增加的那個 一定在最後面 所以最後面那個的名稱 請你把它改成s 那點name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重新命名 好 所以你只要看到 什麼 shits 最後那一個 你可以指哪一個啦 那因為我是最後那個幫我重新命名 命名成什麼呢 就是我輸入那個名稱 ok 改完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三個步驟喔 這個應該不是太太複雜吧 但是 可能要一下子記起來不容易啦 但是 就是不用背的啦 這個都沒辦法背起來 其實我做就是 不一定要背啦 你就是 三個地方 這個改一下 還要改這個 原來中間有一行 你把那一行 中間那一行刪掉 ok 改完了 改完之後 我們來test看看喔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名稱 我媽可以 改一下好了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了 叫二 ok 好 那來試一下 看好不好 ok呢 其實基本上改完之後 你也可以增加一個按鈕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直接 執行 請輸入關鍵字 輸入關鍵字 這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不要有一樣的喔 你不要再輸入仁愛路 或忠祥中 為什麼 因為同樣的名稱不可能有重複 怎麼辦喔 不過這個程式可能還要再多寫一個 就是判斷裡面有沒有跟你輸入的名稱一樣的 如果有一樣要把它刪掉 可是這個可能今天應該來不及了 好 這個在 未來 或者你們有興趣 到我Channel去看一看 有這種 你或者你打在Channel上面打一下 如何刪除重複的工作表 應該會查到我的影片 因為我之前教蠻多類似的 ok好 那比如說呢 欸 查什麼信義錄好了 信義錄 好 ok 然後按確定喔 他會怎麼樣呢 會先把這個東西 InputBus 傳給S 然後那個S再傳給那個什麼 篩選的那個條件 有沒有 查完之後 Ctrl-C Ctrl-V 切上 調整一下欄寬 這個 中間有多一個新增工作表 這是第三個 然後把名稱改過 好 來看一下按確定 有沒有 切過來 這個時候呢 新一路就有了 欸 新一路就ok了 好 那其實基本上流程大概這樣 第一步 錄製聚集 照我那個步驟做 把不要 不需要的多的刪掉 拿加註解 第二個 修改 三個地方 三個地方 哪三個地方呢 齁 其實就是這三個地方 應該 不難記 一 二 三 就這個地方 齁 不過這可能要記憶力好一點 如果忘記沒關係 回家 再repeat 這個部分 齁 我想 應該沒有學不會啦 最重要是你們要有時間啦 齁 我是怕你們平常白天太辛苦了 晚上回家就已經昏昏欲睡了 齁 大概是這樣 查詢系統 那可能還有一些延伸性的學習啦 比如工作表裡面 當然不只是單 查一個 一般性的需求就是會有個清單 我可能會有很多 欸 比如說中校東路 仁愛路 信義路 和平路 一堆路對不對 最好按一下 欸全部都幫你查完了 或者是各縣市 比如說全省多少縣市 一個清單 住在哪裡的 這個會員 自動幫你一個 就放一個工作表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不 就不可能說只有 那怎麼辦 就是這個衍生 單次變多次嘛 只要有個清單 自動去查完之後 幫你產生一個 那這個當然很多 還有利用就是 如何刪除工作表啦 這個部分都是工作表 其實齁 就是續證物件的應用 那其實我們入門課程 用最多的是像Range跟Sales 或者像Rose Colors 那其實 以Sales VBA它的概念是這樣 如果你要達到 自動化的目的 你只要懂得 基本的這些物件的操作 你大概就可以做完了 比如說 新增工作表 add 到哪裡 after 後面 最後面 那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就是 訊詞 哪一個訊詞 點delete 要copy 點copy 有沒有 其實還有名稱 點name 其實齁 你只要到那個說明裡面 去找一下續證物件 它有哪些方法 跟哪些屬性 那其實就差不多了 把這些屬性跟方法 會用的話 就應該 基本你要自動化 就沒問題了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可能就工作簿 延伸信息非常大 或者甚至 還可以再延伸那樣 圖表表 表格 等等的 那這樣子的話 通通搭配起來 其實很快 做出一個大量的自動化 那因為今天 這個學期 時間其實非常的有限 那在這麼有限的時間裡面 我們要把這所有的東西講清楚 當然不太容易 那我特別強調說 一定要實做 這些東西 如果你不實做 只是用看的 要把它學會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講的 我以前學寫程式 我看很久 但是總是學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動手做 後來我學會是因為 我開始動手做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越來越簡單 越來越知道 因為很多東西 不是要你背起來的 也不是叫你去看的 你看再也覺得還是不會 要不是讀小說 對不對 讀小說這種看的 沒錯啊 小說也不能做啊 你不能說 那個小說情節看一看 我去照著去演一遍 愛情小說 有嗎 但有可能啊 可是有點入戲太深 那 但是這種東西不一樣 這種東西是純粹實作 OK 重點在實作 那我們這學期 主要就是以那個 實際的範例為一 核心 所以裡面所有一切東西 通通都還在雲端上面 那如果各位 要把它 留下來的話 請自行備份 然後最好是可以整理出你自己一套 自己的那個筆記 不然這些東西的話 一直都是我的 你會被我的框架給限制住 然後最後當然 如果你可以有自己一套東西的話 以後就自然可以見招拆招 以後都沒有招了 反正你就解決問題的話呢 當然就會非常的輕而易舉 大概是這樣啦 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他的話還有像那個YouTube影片 如果各位要把它留下來 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如何下載YouTube影片 因為我之前有在公務人員訓練處有上課 如果你要看 好像在我YouTube頻道裡面也有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只要有那個軟體 它就可以給它一個清單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下載下來